北京时间1月14日 2024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Super 1000决赛 南丹 安东森21比14 21比13战胜石宇奇 为去年法国公开赛失利完成复仇 赢得首座Super 1000赛冠军 石宇奇0比2无缘冠军固然遗憾 但亚军奖金也有4.42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30万左右 而且亚军积分助力石宇奇世界排名上升4位 来到世界第二 重返国语一哥 而且奥运年首战以亚军开场 已不能过于苛责 这可是实打实的巴黎奥运积分 更可贵的是去年此战石宇奇可是一轮游 如今从32强到亚军 尤其是1月之内双杀安赛龙 体现的不仅是世界排名追凭生涯最高 竞技状态也大为提升 女单 头号种子安喜盈10比21 21比10 21比18逆转4号种子戴资颖 交手战绩来到11加3 首局 戴资颖全局领先 开局3比0 一波5比0的攻势取得18比7的领先 次局 安喜盈全局无一落后 决胜局 安喜盈在3比4落后之下连得三分一局反超 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 一度取得18比13的领先 这是安喜盈职业生涯 继2018年爱尔兰公开赛后 第23座国际赛冠军 其中20座世界巡回赛冠军 以及2023世界锦标赛 杭州亚运会冠军 同时也是韩国女单历史上 第一次夺得马来西亚公开赛冠军 南双 梁伟坑 王场对阵 蓝鸡雷迪 谢迪 世界第一对阵第二 双方交手四次都在上赛季 梁王三胜 此番对决 首局 梁王全局落后 开局0比4 一度6比18落后 9比21失利 次局 梁王全局无一落后 仅开局2比2打平 一波6比0的攻势 率先起势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 印度黑塔组合逐步蚕食分差 追至18比19 好在梁王连得两分锁定胜局 21比18 扳回一城 决胜局 梁王一度3比10落后之下 打出两波4比0的攻势 迫近比分 梁王14比13 取得本局首次领先 并20比16率先获得冠军点 21比17 实现单局大逆转 以2比1逆转夺冠 女双 刘胜书 谭宁2比0 张书贤 郑宇 夺得生涯首作 Super 1000赛冠军 也是合作以来 即去年西班牙大师赛 美国公开赛 北极公开赛 法国公开赛之后 第五座世界巡回赛 合计2022年 马来西亚系列赛之后 第六座国际赛冠军 郑宇 张书贤 遗憾无缘季2022年 澳大利亚公开赛 去年海陆公开赛 和熊本大师赛之后 第四座世界巡回赛冠 混双 2号种子渡边涌大 东野有沙 21比18 21比15 战胜7号种子金元号 郑纳银 交手战绩来到1比3 首局 东渡在2比4落后之下 连得4分一局反超 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 局末连得4分一局 获得赛点20比16 金元号 郑纳银连就两个局点未果 次局 东渡全局领先 开局4比0 一度取得17比9的领先 渡边涌大 东野有沙夺冠之旅 半决赛 21比15 12比21 21比15 蒋正邦 魏亚欣